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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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又要有嚴正声明 一 这个大家都见过了 这几天又出来又说我走去要教这个投资 接着之后还拉起来 我和Ben哥一起教投资 那时就让你以为又再有了 什么特等样东西 接着他更厉害 这群骗子 他将我最近说过去介绍安徽海洛水泥 他马上又说去介绍安徽海洛水泥 我曾经说过这个是中仪洞可以移动上去 他又说中仪洞移动上去 其实这个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硬是要将这些人拿来做你 因为我真的介绍过这个是海洛 介绍过中仪洞 如果有些人没有听到我这个节目的 看到以为 对 石鸩帽他也介绍过这两个东西 因此他们这些东西 骗子要认清 否则好意一铺清 如有怀疑 请致电警方 防便意义先 103.2 再说一次 我只是在这里讲股 你不要搞我这么多 我没有时间 完了 今天市场跌完又升 今次升的都是这样的板块 汽车什么的都还是比较受到这个电信服务等等 都受到压益 一些这样的新科技股 都是没有太好的表现 原因 为什么呢 是很简单的 我这几天的文章都有讲过 第一 现在铝股神都说利息上升 会对他有压力 很多人认为 没有 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央行不会收水的 因为他们要稳 他们要刺激的经济 要留心 他们今时讲的刺激经济 是说政府你去做 你用财政政策 不要用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我就要放水 财政政策是什么呢 包括我派米 派了米 你怎么拿米 拿来炒东西 放水 那些公司拿了水之后 就可以拿去炒东西 美国那些穷人 拿了些钱之后 他不是真的买粮食 他先去炒一棵 就炒了GameStop 他认为他赚到钱 赚到钱之后再买米 那是否一包米 可以变成五包米呢 所以在这点里面 派钱 是有一个风险 这些人真的拿了钱 不是一定去做 政府原先所谓派钱给你的用途 去看医生 去买米 去交租 不是这样 先过大海 倒一棵 倒倒回来之后 多了 那我就买多很多包米 如果政府真的派米给你的 你顶拢是拿一包米 出去市场里 本来值五元的 你卖四元 那这个东西就炒不起了 所以现在会出现了的东西就是 全世界政府 若然要救经济 是用财政政策 是给政策 给指引 而不是再派钱 这个要分清楚的 所以在这点 你要记住 不是派钱 和去年前年是不一样 因此对股市影响不一样 例如 说美国 OK 他派了二千元支票 但他派的最多是什么呢 不是二千元支票 二千元支票是一通过 他要求把工资 最低工资提到十五元一个小时 于是就会由老板那里 支援了这笔钱 而不是由政府给 是由政府改一条法例 你一定要给最低工资十五元美金 这个是财政政策 那些人就会多了钱了 那么多钱的时候怎么做呢 他才可以再跟着有其他消费 再跟着可以走去 走去炒东西 不过第一件事 他先赚了一笔钱 不赚钱的话 不行了 就不像以前那样 我直接给了一笔钱 你可以拿去炒完 才去买米 那炒焦了怎么办 炒焦了 炒焦了就继续于扎炮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 好了 看看 期货指数这里 还是在保迪加通道的 是上族的下方 是移动来移动去 那这个是三万二 三万三五 这些我已经说了很久了 都不用再说了 日线图上面 你可以看到了 彈了上去再下回来 你还没彈上去 那是否可以再彈上去呢 细心看看 这个中族 是不是有少少弯弯的可能性 这里都是这样的 少弯弯的可能性 那接着就是这样 这个是需要留意 会不会跌穿这里 跌穿这里是多少 中族是2966 那我就给293 有朋友问 就是中康街已经炒了这么多 万洲国际有没有炒一下 这样 一 周线图上面看 似乎是有得炒的 它开始上去 那因此呢 如果这里升破了这些位呢 它上面升破了这些位 上面这里 量度升幅 是可以真的去到7.3 2-8.5的 息率 不过不失 PE 不是太差 所以在这点里来说 它是有机会是跑上去的 那 你要炒 就尽快手买入 不过在看紫舌 有个朋友问 有个叫中信大猛 所以我又说这些读者 那些朋友都是很聪明的 你什么时候见到外面的人 那些人问这些东西 你呢 他肯定来问一下我 那看这个图 很厉害 你看看 一棍升了上来 一个星期而已 再跟着一棍升了上来 那接着要怎么做呢 那 如果这个是周线的连图 如果看连线的话 你会找到的 它是真真正正下跌到一只狗 那样下来 然后才会上去的 那日线图上面很英俊 那只能看到 是要有一个回调的迹象 那我就会觉得 你既然升了这么多之后 需要不需要回吐 若然回吐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回吐得多一点 就去到这个大约 是五毫七 五毫这些地方 也有朋友问 就是叫永胜医疗 怎么办 那看的图样 资金流出比较多 这个星期计算一下 过去的五天 那即时不太好仰 那在这点里面 你看到它下来之后 它开始意图想跌穿 那个是 这个是 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这个是周线图来的 日线图当然是不好仰了 下来之后 不过又去到这里 看到年市几次低位之后 它可能组织一次的反弹 或者打滑下 或者打滑下 无论如何 和以前的低位 是大致上 是相弱的 这个也是 大一点的日线图 所以 朋友问正通汽车 怎样 只看图都知道 不太好仰了 在这个正通的时候 通完之后 就是周线图的 是拉猪嘴 预期息率不少 市盈率只有这么多 问题是出现了一样的 这么高息的 最近 是有这个日线图上面 有点上升的趋势 升了 下来再升 这个可能会做了一个双顶 所以这个要留意 除非 跟着之后 它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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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朋友又问这个 是英达公路再生科技 认识的 认识的认识 认识的认识 怎样公路再生科技 你不要理他 那些朋友真真正正 搞到这样的图 出来给你看 试试 市盈率94倍 这个 没有派息 这个也是由 之前很高位 如果看月线图 跌到9 那样下来的 现在你低位反弹一下 低位反弹 在日线图上面很简单 上了下来 下来 所以我想这次下来 就不是下一个星期的了 因爲这次下来 因爲这个 因爲始终是 炒上来之后 好像没有成交 凡是有些这样 那麽好东西的话 你看到 你都不要以为 你可以买得到 因爲这些 不是我们凡夫俗子 去买的 好了 接着今天 最主要一件事 怎样的成交 不足够 接着今天推介的 叫做中国海外发展 近几日 都是资金流入较多的 那自从这个14个几度 出来上来 返回上来之后 它这次 是升穿了 保迪加通道的中族 市值率有五厘 市盈率 市盈率就是四点多 应该我觉得 可以夺数了吧 就是说 按起这个日线图上面 你看到它是这样 之后下来 维持中族 维持中族 一直上去 开始突破了 这个上族的可能性 上族是多少呢 是19.01.01.07 现在19.01.08 因此是突破了 这一点 这些是推介过股票 过往推介过的 那这些是之前答过 读者问题的 十日之前之内 答过读者问题的 这些股票在这里 那今天就讲这么多了 好多谢大家